變美的方式 從儀器 張帥 我想請問一下 B-MOM的材質還有哪些可以選擇 首先 第一個 按照它形狀來分的話 分成兩種 第一個就是我們傳統上常見的 所謂L式的龍鼻 什麼是L式的龍鼻 這個就是一個L 把這個甲體放在這裡 包含了整個三根鼻樑 還有我們鼻頭鼻小柱這個部位 這個叫L 另外一種就是它是單純 放在我們的三根跟我們的鼻樑 這個叫I型 第二個分類的方法就是 材質 第一種就是甲體 矽膠是這些甲體裡面 在人類醫學上用最久的一種材質 目前它跟人體的相用性很好 所以很少人會對這個矽膠產生排斥 再來就是矽膠它的感染 在家體裡面它是比較低的 也不會說因為在你體內久了 它產生什麼化學的變化變質 我們知道我們的鼻子 是這三段的骨頭構成的 你應用一個L型的形狀的鼻子 鼻膜去撐出那個形狀 其實它是不符合人體工學的 在這種不符合人體工學上 我們組織裡面的這些張力 跟這個矽膠它產生了一個摩擦 跟這個力量上的一個來回 我們的身體就可能會走出兩個極端的反應 我的皮膚被它越撐越薄 越撐越薄 就是有一天它就穿出來 它這個力量一直想有穿出來的衝動 我的皮膚要保護我自己 我不想要讓它穿出來 於是就產生這個一層膜 我們叫夾膜去包住這個矽膠 讓它不會穿出來 這個夾膜可能就越來越厚 可能就會讓你的鼻子會滑動 鼻膜會滑動 久了以後那個鼻子會覺得越來越大 越來越粗 夾膜產生軟縮 所以是可能會歪一邊 或是會變朝天鼻 再來 甲體裡面的第二類 叫做GORTES GORTES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說 它在顯微鏡裡面有很多很細密的小孔洞 那這些小孔洞呢 就會讓我們的組織細胞 長進甲體裡面 跟組織結合度非常的好 所以它比較不會有產生夾膜 那再來就是固定好之後 你不會覺得我那個鼻子好像可以滑動來滑動去 你去摸的時候 會摸不太出來 就好像是你自己的肉一樣 很自然 我所謂自然是在觸覺上 外觀自不自然 跟材質 沒有很大的關係 外觀自不自然 跟儀式的技術關係更大 可是 它也是有缺點 這個GORTES呢 因為它有很多孔洞 所以如果 在手術過程中 有一些細菌跑進去 或者 有的時候你因為感冒 或者是鼻竇炎 這些細菌或是病毒 它可能因為血型 流到鼻子去部的部位 或者是這些細菌有的這些穿透 到我們鼻子的地方 或者是有時候你受傷一些細菌 從一些小傷口跑進去 它一開始不會發炎 這些細菌在這些小孔洞裡面 它莫名其妙腫起來了 這是有可能發生 而且事實上 GORTES感染率會相較大於細菌 那最近還有一個比較流行的材質 卡麥拉 它裡面的本質是細菌 但它外面有一層包包的GORTES 所以它跟組織的結合度 跟GORTES一樣好 但是它裡面呢 是細菌 因為細菌呢 它的材質支撐性比較好 一般GORTES呢 它是一個非常軟的東西 它支撐性沒有那麼的強 所以它變成它是取良者的用 因為它外面有GORTES 所以它產生慢性感染的機率 還是比一般細菌要高 那因為它裡面的心是細菌 那你知道我們在手術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修那個形狀 你在修的過程中 可能就會把它表面的這個GORTES把它削掉 露出底下的細菌 如果你這個皮膜修的形狀很多的時候 你把很多的GORTES都被修掉了 這個時候露出來大部分還是細菌 它的意義變成沒有那麼大 跟你放一個細膠的皮膜 可能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那這些GORTES或是卡麥娜 特別是如果不小心 今天你要去把你做得不滿意 或是歪了 或是受傷了 你要把它拿出來的時候 它會比較容易腫 為什麼呢 因為它跟組織沾黏的比較厲害 所以有的時候 你在拿的時候 它跟組織結合性強 就比較組織容易受傷 這是它的缺點 這大概是我們一般 比較常見的三種甲體 把第二大類我們叫字體 用自己身上的東西來做龍鼻 現在用來做字體龍鼻的大概就是肋骨 一般呢我們用肋骨用的大概是第七節 或是第八節的肋骨 還有就是它的感染率非常的低 因為肋骨它很大根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的鼻子 本來很皮很塌 很短 希望比較明顯的一個改變 或是你希望有一個比較大或是高的鼻型 肋骨夠粗夠寬 可以磨出你要的形狀 還有什麼時候可以用肋骨呢 就是一個人當他手術鼻子已經開了好幾次 鼻子的這些軟骨都有一些受損了 因為在反覆的手術下 甚至你已經沒有耳軟骨可以拿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建議個人用肋骨 所以它的優點很多 還有你的鼻頭如果要右肩右挺 像混血兒像外國人 一個右肩右挺的鼻頭 這個鼻頭它本身這個軟骨的支撐力要非常的夠 非常的強 它要夠強韌 這個時候用肋骨最好 你如果用一般的家庭 硬撐出右肩右挺的鼻子 可能會把你的鼻頭皮膚穿破 但是自己的肋骨絕對不會穿破皮膚 就像我們身上的骨頭關節這麼多 怎麼關節不會莫名其他要穿出來 因為跟你的組織是相容的 甚至你的鼻子本來很短 皮膚不太夠用的那一種 你又希望你的鼻子有很明顯的變化 有時候做完的時候 那個鼻小柱這個地方張力很大 如果你今天放的是家庭 對不起 這個皮膚它幾乎永遠都長不起來 可是你這個地方 如果放的是自己的肋骨 或肋骨的話 那個皮膚是會慢慢收攏 要慢慢長過去的 你就不用擔心 我們來講一下它的缺點 自己的肋骨弄鼻 它有一定的距離會彎曲 因為這個肋骨它取出來 還有你在削在磨的過程中 裡面這個軟骨的結構會有一些改變 當下你看不出來 慢慢的這些軟骨在你的組織裡面 它可能受這些細胞產生一些變化 於是慢慢就會彎 第二個這個軟骨放過來的話 它有一部分都被吸收大概一成左右 所以高度會有一些變化 再來肋骨龍鼻呢 有些女生疏後 她會覺得疼痛感比較明顯 特別是拿第七節肋骨這個地方 因為她在手術完 特別是第一天 甚至前面三天她覺得呼吸都會痛 會很不舒服 再來就是這個疤痕的問題 你拿肋骨它的這個傷口平均 大概是2到5公分 即使是很有經驗 還是有些某些狀況 可能因為蓋化或是因為某些原因 它的傷口 也可能會拉到5公分這麼大 會不會產生疤痕 這個就很難說了 這個刀口是直接切到 我們很深層的地方 只要肋骨這麼深 所以它是有機會會產生疤痕的 好這是字體龍鼻第一種肋骨 第二種脂肪 那用脂肪龍鼻呢 其實它是一種注射式的龍鼻 就是把脂肪弄出來以後 直接打進去 然後它的優點 它比不算這些都安全 第二個就是像我說的 它是注射它只有針孔 第三個就是說 一旦它有存活的話 這個脂肪呢 它維持的時間比較久 可是它也是有缺點 首先它很軟 所以你一定要搭配這種柯系軸線 按骨架來固定你的B型 再來它的缺點就是 脂肪有所謂的存活率 所以做一次 它的形狀往往會不夠 有的時候你可能需要 做2次3次 甚至如果醃酒大的人 可能需要做到4次 雖然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它的優點就是說 它不會影響到你之後 你要再改做手術 一樣可以做 它不像大部分手術龍鼻做完以後 你要改變就只能再開刀 那本身這個東西 它也是一個很好修復的東西 像比如說你以前打過玻尿酸 發炎過 或者是你家體拿掉了 裡面已經腥微化很厲害了 但你不想再開刀 你可以用這個機械自己龍鼻的方式 去做這個鼻型 當然 它的優點是 它做出來的鼻型很自然 可是 如果你今天追求的是 混血兒的鼻子 追求的是 外國人那種 又肩又挺的鼻子 它在這個 鼻頭肩挺的這個效果 雖然比玻尿酸的尾氣質 要強大很多 但是 跟一般三段式龍鼻 比起來 還是有差異的 所以如果你的需求 是要比較明顯的改變 你還是選擇手術 你要追求自然 不要太明顯 不想被人家發現 幾千次龍鼻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所以自體龍鼻 第一種是肋骨 第二個就是脂肪 第三個就是真皮 那真皮 我們一般取的是 屁股這個地方 屁股這個地方 真皮很厚 我們可以利用一些折疊 把鼻子打開 把這個真皮放進去 做出來的鼻型也挺漂亮 我很過了一年 我一年半 它吸收率 甚至可以達到五成 也就是說 你的鼻子有一半會不見 脂肪也有這個問題 問題是脂肪 它吸收了 再打很簡單 整個過程 不到15分鐘 你抽兩三些脂肪 你必須打一整體 它就結束 可是真皮吸收了 你要再割一次 屁股的肉 然後再放進去 再掀開 再放進去 而且沾黏度很高 做完真皮的鼻子 以後你要做其他 手術龍鼻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 裡面會凹凸不平 後面要接手的醫治 很麻煩 會脫腸手術 而且難度會增加很多 所以真皮龍鼻 現在普遍的 國際的 醫學會議手術龍鼻 已經幾乎沒有醫生在做了 還有第三大類 液體龍鼻 不是假體 液體龍鼻是什麼 就是拿別人的東西 來幫自己龍鼻 可是別人的東西會排一次 除非你這個 人工真皮 是有經過特殊處理的 現在有一種選擇是 液體肋骨 因為人類對肋骨的總排 比較沒那麼嚴重 可以拿來做鼻子的重建 所以它的優點是什麼 它沒有像自己的肋骨 會有疤 你也不用怕痛 這種液體的肋骨 它有分泡藥水的跟冷凍 一般而言 它的 跟自己的肋骨比起來 它彎曲的幾率 反而比較低喔 可是它是有缺點的 整個鼻子用液體肋骨來做 它成本非常的高 那收縮的費用當然也非常的高 它被吸收的趴數 比自己的肋骨高 一般自己的肋骨 過了一年兩年以後 大概 可能會被吸收 5趴到10趴 但液體肋骨 它有時候 過了一兩年 它被吸收可能會達到兩成 甚至有的還更多 它介紹了鼻子龍皮 它分成I型跟L型 這是按照形狀來區分 按材質來區分的話 分成甲體 甲體分成矽膠 Gortex跟Camella 字體的龍皮 分成肋骨脂肪 還有真皮 還有所謂的一體肋骨的龍皮 希望今天的這個講解 讓大家對手術龍皮 可以有更清楚的一個認識 buen …? 簡進 超級純 monde 不行 這邊 2 but 全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